现在是2020年的2月22号晚上7点半钟的时间 现在我从我公司湾仔前往京东和东华 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这个新型冠状变毒当中关在军中和中华情况 我的对面这个呢就是和和大厦 和和大厦 这个对面这个呢就是叫做修正球场 修正球场 我所说的我的公司呢 不是现在的公司 而是呢十年前 我这个公司 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十年前的这个公司 这个地方 彰显大厦 十多年前我就在这里办公 办公了几年 当时是租的 现在呢才买到了北海去 现在呢我们的基础呢往这个走 这个呢就是我原来的这个公司 现在我从我原来的公司的这个湾仔的张写大厦 前往了京东 前往了中华 这个是以前呢 因为我公司最近的这个汇丰银行 汇丰呢是为我服务的这个银行 尽管呢他这几节的股价呢跌得很厉害 但是呢我对他呢还是保持有信心 因为这是个老牌的历史最悠久的这么一个公司 所以呢值得呢对他呢抱有信心 这是东元酒家啊 这个呢也倒闭过几次了 现在在里面的东元酒家 香港的餐饮业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这个呢是不庸置疑的 香港可以说吧 何谎何谎 东元酒家那个现在我们看到还没有开门啊 还没有开门 就是 没有开门啊 东元酒家也是关门的啊 这个啊 现在呢我们在进行的 这个啊 这一家呢也是在招住 可以说是看到了吧 这是在招住 昨天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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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道 有数十家的这种这一个地图啊 在招住啊 和呢这个 这个 关门的状态当中 今天我们在这个薛米石头呢 也同样看到 也同样看到 呃 一些呢在招住或者关门 啊 这个 看到了 刮门 或者招住的这个 这个 情况啊 这种 这个 大楼呢 是非常 很特别的啊 这种 这种 要看啊 这个要赶紧冲过去 因为 这个是录像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黄月酒架 这个呢 是曾经我们来住的很多 现在呢 非常的人工少 啊 这个 黄月酒架啊 啊 现在呢 我们来继续往前走啊 啊 继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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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很快呢 就要走完了 这一个 湾长啊 这个 这个 这大家 看到很多 这个 这个 不开门了 啊 这也是一个酒架啊 这个 这个 这也是光明了 啊 餐饮院 这次呢 打击最大的 就是香港的 餐饮院 米油业啊 白鹤业啊 啊 所受的这个 冲击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 看到呢 嗯 高楼 还是那样的高 啊 大厦 还是那样的雄伟 啊 就是 经济呢 有那么的景气 啊 这边呢 是啊 周六啊 是2020年的 二月二十二号 啊 晚上呢 七点半分 看到呢 这个 我们呢 还是在追求 生活 啊 泥发大厦 啊 这是 泥发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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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到这里呢 就已经走完了 泥发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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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 这个就是香港 警察总部 现在看到没有 他在这在反修立风波当中呢 他的那些呢 围栏呢 还在这前面 前几天我发了个 呃 回报 我说 是不是可以去掉 嗯 接下来 社会面已经写得很平静 很这个 嗯 安逸了很多 但是他们说呢 现在呢 还不能够马上把他车掉 嗯 随时呢 还可能有 这个流行示威的人 其实 我说 这次太过于担心了 现在大雨当前 有谁还会借机闹事呢 如果是借机闹事的 那么也是 非常少的一部分 不能说 他们没有理智 而是说呢 现在要认清 嗯 香港呢 当前 说 越宁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最大的敌人就是 最大的敌人就是 新型灌热病 啊 让我们一起 来到了这个 来到了这个 这个 这边呢 还是湾仔 这边是湾仔啊 我们再往这边看呢 这已经是金钟了 啊 就这样我们就来到了金钟 啊 没到金钟了 就在这边瞧一瞧 看一下 你看 于是后 这里人也是很多的 但是今天呢 看不到太多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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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 要带大家一起 因为呢 我是不行 所以呢 我让大家一起 和我的分享 啊 从湾仔 走向金钟 走向中华 啊 这个 步行啊 是怎样 去步行的啊 这边呢 是 啊 湾仔啊 这个 看到了吗 能向我走呢 就是这样走过去 啊 这个呢 是 一个叫做 花仔 湾仔啊 就是湾仔 卫生健康 活力湾仔区 很异会 啊 对 我们 要冲快一点 才能冲过去啊 啊 现在呢 你要抓紧时间 不可能搞得非常的长 每一个视频 一路的时间太长 比较不好 这个 这个 啊 这辆我们已经进入了 金钟啊 这上面就是 啊 步行的 一季之路 滑越道 啊 我们呢 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对 这车 在香港的车子也是很快一点 所以你要保持冷静 保持速度 啊 这个车 我的正面这个呢 就是 中银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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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这个是 Cities 大厦 看 你看 这是 民工业酒家 这一代呢 很多的啊 五星的酒店 就在这一代 豆花香哥里啦 酒店 那 这个 很多大酒店 这个 这个商场呢 很大 啊 商场很大 啊 我们对面的这个人叫 口音中心 啊 口音中心 这是 口音中心 那 咱们往这边去看 那 我可以感受一下 这座 香港 要完整这个 魅力和的工程 这个 什么样的 一个感觉 这条我们走的这条道呢 就已经叫做京东道 这条道已经叫京东道 我们就在这里前车 就周末嘛 大家也一派一派 香港正在等价封婚的一个状况 价封婚来就是小姐姐的状况 这个是电脑的 保证公司的一个广告 看到了吗 这个是 香港的信箱 香港的油箱 这个是香港公园 商场人里面还是有些人的 但是呢 都不多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香港公园了 走到香港公园 前面的镜头 这个呢就是 香港的高等华月 香港高等华月 这个反送中的时候呢 有些示威者居然在华月呢 正好 就是叫做 太子头上后头 现在这些呢 全部写上是那些反送中的标语 现在已经过来新了 然后我在这方面呢 还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这个香港呢 这个 先船对防御的呢 做的呢 是很好 这是高等华月站啊 看到没有 这几个字就是高等华月 这个高等华月 香港的华月 对于这种大楼呢 神秘的大厦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厦 军心也是很高的 军中呢 现在来到中华呢 可以说 是香港的 军军和当中楼最高的地段之一 是中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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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人家是在推高 高等华月的大楼的 军军 这是个能力的 是中华月 马上来就要穿过 军中 就要到中华了哈 是中华月 那就是 香港的 夜晚还是挺迷人的 就是 大楼呢 还是写这个 印度的封城 这边呢 这边呢 这边呢就是这个 借神银行 啊 这个是中银大厦 中银大厦 中银大厦 看到吗 中银大厦 这边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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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这些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些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对香港对香港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些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因此 过去 在这些地方 中文字架 这些地方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走到中文字架 我们就